台风,这个词对你来说或许并不陌生,它是气象新闻的常客,是台风假争议的主角,也是我们炎热夏季里的不速之客。 然而,你有没有想过,台风的形成过程究竟是什么?它如何从一片平静的海洋中诞生,变成肆虐大地的破坏之神? 今天就让我们来深入探讨台风是如何出生,成长,巅峰到消亡的完整过程。 台风的故事是一热带海洋的温暖怀抱。 想要一场台风的诞生,我们首先需要燃料,而这份燃料就是温暖的海水。 根据气象学家的研究,台风的形成需要海水表面温度至少达到26.5摄氏度以上。 这个温度条件,主要出现在赤道附近的热带和附热带地区。 当海洋温度达到标准时,海水会不断蒸发,产生大量的水蒸气。 这些水蒸气携带着前热,像是一个能量炸弹,准备在高空中释放。 而这些水蒸气并不会孤单地上升,它们还会携带着空气中的小水滴,形成我们熟悉的机缘。 这就是台风的胚胎,正在海洋上空默默孕育。 当水蒸气升到高空遇冷凝结时,前热被释放,让周围的空气变得更热,更轻。 轻的空气往上升,重的空气则往下压。 于是,一个低压区悄然形成,低压区的存在吸引了周围的空气纷纷涌入中心。 这些气流在地球自转的作用下,并不会笔直移动,而是被科势力偏转,开始旋转起来。 就像一场精心排练的芭蕾舞,气流越跳越快,越来越有节奏感。 这时候的系统虽然还算小,但已经具备了一些台风的雏形,我们可以称它为热带低气压。 风速虽然还没到破坏级,但它的能量已经在快速积累中。 不过,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限制条件,台风的行程需要在距离赤道至少5度以外的区域。 为什么呢?因为靠近赤道的地方,科势力不足以让气流旋转起来。 就像在赤道附近跳舞,地板太滑,根本转不出那滑力的旋转步。 当低压区吸入更多空气,旋转加强时,中心气压会进一步降低,气流上升运动变得更加猛烈。 这时候,水蒸汽源源不绝地被吸入,并在高空中凝结成更厚的云层,系统开始增强。 当风速达到每小时62公里时,这个系统就不再是普通的低压区,而是被称为热带风暴。 这是一个台风成长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,气象学家们甚至会为它取一个名字,宣告它正式登场。 然而,这缓止是开始,当风速进一步增强,达到每秒33公尺,大约每小时119公里时。 恭喜你! 这个系统终于被正式封为台风。 它的核心区域,我们熟知的台风岩,也逐渐成形。 台风岩是整个系统中最平静的地方,直径可达几十公里。 围绕它的风岩墙,则是台风的最强风暴区域。 当台风成形后,它的结构会变得非常有组织性。 中心的台风岩,是整个系统中最独特的部分,一个直径数十公里的平静区域。 台风岩四周的风岩墙,则是风速和降雨最猛烈的地方。 旁扶一场大自然的狂野舞蹈。 台风的强度取决于它吸收热能的效率。 如果它在高温海域停留的时间足够长,那么它就能不断吸收能量,达到巅峰。 历史上最强的台风,如超强台风海雁。 其风速甚至超过每小时300公里,简直是地球上的风暴之王。 但台风并不是永生的。 当它离开温暖的海域,进入较冷的水域时, 能量供应会迅速中断,台风也会迅速衰弱。 同样,当台风登陆后,接触到地面,失去水蒸气来源时,它也会逐渐解体。 这就像一场精彩的表演,在灯光熄灭,观众散去后,落幕成为自然的必然。 不过,即便是衰弱的台风,也可能在内陆地区引发严重的降雨和洪水灾害。 另外,台风的影响范围空长不仅陷于海岸线,而是深入内陆,带来连续数天的好雨。 台风虽然以破坏力著称,但它其实也有着积极的一面。 首先,台风可以帮助调节地球的热量分布,将赤道的热量输送到极地平衡气候系统。 其次,台风带来的大量降雨,对于前汉地区来说是重要的水源补充。 此外,台风搅动海水,有助于海洋中的营养物质循环,促进渔业生态的健康发展。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台风的危险。 强风、暴雨、风暴潮都是台风带来的主要灾害。 台风常常造成基础设施破坏、农田淹没,甚至威胁人类生命。 因此,如何准确预测台风,加强防灾措施,是科学家与政府部门共同努力的方向。 台风的形成,是一场来自热带海洋的力量秀,也是大自然精妙运作的体现。 它提醒我们,即便科技在进步,仍然无法完全控制自然。 我们能做的,是在敬畏中学会应对,以智慧和谦卑的态度与自然共存。 希望今天的解析,能让你对台风的形成有更深入的认识。 下次当你看到气象图上那个螺旋状的风暴时,不妨花点时间,想想它背后的故事。 因为那不只是破坏与混乱,更是地球运作的宏大乐章之一。 好啦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 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有趣,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,记得点赞留言告诉我们,你还想了解哪些话题。 我们下次见啦。